支聯會創會主席司徒華病逝第二天,各界人士繼續致哀。 司徒華生前創辦的香港專業教育人員協會 在旺角和銅鑼灣辦事處設置吊錬冊給市民吊錬。 在旺角教協辦事處除了擺放幾本吊錬冊外, 桌上放置一盤由郭亮雄師範學院1966年畢業生送給司徒華蘭花。 而旁邊亦放置了一個郵教協會員在司徒華70大壽時送給他的銅像。 由於司徒華生前認為銅像有個人崇拜味道, 所以多年來都沒有公開擺放。 來簽吊錬冊的除了一般市民外, 還有來自建制派的教育界同工。 一直以來司徒華先生在教育方面的貢獻非常大。 我們優師亦和我們一起並肩作戰爭取基礎教育。 所以我今天是兩道一起來。 你和華叔認識了多久? 其實認識很久了。 因為他第一次由教師出選立法會, 我已經是認識他的。 你和華叔認識這麼久, 你覺得他比你最難忘的是什麼? 他的人很樂觀, 而且都頗執著。 亦對教育十分熱誠。 尤其是對後輩的負益是非常之大。 而教協前會長張文光也有來簽調現冊。 請問一下, 是否那個追思會呢? 昨天也初步定了的日子, 會不會都想著是否不請政府官員? 其實我們是會有一個安息的崇拜。 那個活動就會邀請官員參與。 在旺角教協下午在召開一個有關 爭取15年免費教育的會議之前, 舉行簡單意識為司徒華脈愛。 我以前為華先生的誓誓, 我們可以負貴一分鐘。 另外, 治喪委員會公布會在2月底在維多利亞公園 為司徒華舉行吊臉集會, 給公眾參與, 詳細安排有待公布。 而在1月28日的追思會, 會由晚上7點到10點分三節舉行, 給家人、教育界以及與司徒華在民主路上 並肩作戰的戰友出席, 每節限800人。 獨立新聞傳訊記者盧紫陽, 旺角教協報導。 在2月11週末, 學生臨集會, 在3月20日上, 開放了, 改成果體的體驗, 在3月20日上,